到底這個狀況是如何 原來他的 你剛才講了 他們家本來是這個吃下的這塊地 對不對 這塊地蓋豪宅 你剛才說了 如果他旁邊沒有這個國有的這一塊地 這個這個其實是河川國有保護地 那可是這塊地呢 可以讓他們家更氣派 做車道 然後還有林茵大道 這個千萬的什麼松柏在這裡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呢 那他們還把這個四三三號的四萬坪的國有地 最後還變成四三三之六號 然後專門為他們家作為標株的標地 也好厲害哦 沒錯 大家可以看到藍色這一塊很大塊的 就是列為保護區的四三三的國有地 這整塊藍色 都是四三三 然後大家看到這個地方 鏡頭可以tag一下 這邊就小塊的 一個小長方形的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今天的針點四三三之六 大家可以看到他完全是一個為了 岩家硬生生切割出來的一個形狀 原本他這邊是一條直線 就為了他消出了這一塊 特別消出這一塊給他 本來這個淺藍色這個河川保護地 就長得跟河川一樣的形狀 沒錯是河川一樣的一個保護區域這樣下去 然後為了他割了一塊出來 然後割了一塊出來 讓他從二零一二年開始整地 施工然後國有財產組二零一四年十二月才發現 到了二零一九年的時候 因應他們家林靜芙也就是院裡營造的一個負責人 然後他跟了那個太陽電子游泳場的河敏南 是前後任的他們家建設公司 是灣西企業的一個負責人 去申請標租 讓他可以非法變合法 就地合法 產生了這樣的一個狀況 大家可以看到院裡營造的這個負責人 就林靜芙 而他們家這座豪宅就是河敏南 他們先後是院裡營造的這樣的一個負責人 那好那接下來是說 就申請之後 到時候真的去標的是誰 他老婆 陳麗玲 陳麗玲就去標 然後標了之後的話在今年的這個二零二年一月的時候 終於得標 結果我查一下得標的數字是多少呢 是二十三萬六六八八 六千六百八十八元 又是他們家吉祥數字 又是吉祥數字 他們過去法拍屋的這時候是一千零一萬八八八零 這時候是二三六六八八 然後這比底價高了大概兩三千塊 那為什麼沒有別人敢標嘛 嚴家的地 嚴家的車道 嚴家的警衛室跟他的術 誰敢去標 所以最後就是他老婆 好 這個是一個大的故事 中間的這個細節 我們來好好的來看 其中的跟哈利波特一樣的細節 魔鬼就在細節裡 知道嗎 剛才講了這個一千多瓶的這塊地 然後這是他 地是陳麗玲的 建築物是嚴寬恆的太太的 建築物是嚴寬恆的 然後他們從二零一二年開始呢 就去佔用這塊地 佔用這個國有地 也就是原來的河川地旁邊 因為跟他們家可以使用嘛 就佔用了這塊地之後呢 經過了這個2012年到2014年的時候呢 國有財產署 台中分署發現了 他們這一塊的河川保留地被佔有了 他們就到現場去查看 據說呢 佔據的人告訴他們 他們要配合政府的河川保護地的綠美化 那我們的所謂的綠美化呢 按照當時的這個國有保護地的這個規定呢 是可以讓你綠美化六年 因為它是綠美化 它是環境美化嘛 對不對 好 那就讓它這個綠美化六年 那就是2014年 到了快地六年的時候呢 郭三署到現場去瞧一瞧發現 啊 有一大堆的這個就是那個車道啊 什麼的 這個很漂亮的這個建築啦 那就 啊 對 現場全部發現 是這麼回事的情況之下 發現他們是違法 那個時候是什麼時候呢 那個時候是2019年 2019年國產署呢 這個發現了他們是佔用 這個國家的保護地之後呢 這個佔用的人呢 它是人頭 他們就推出了一個人頭 那個人就是剛才朗東說的 到底誰佔用的呢 他們的這個申請人 2018年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囉 對不對 他們知道東窗事發了嘛 因為已經騙了政府五六年了耶 啊 這個 然後呢 他就說是叫林靜福的人啊 這個啊 是啊 這個佔用 而且由他來跟政府建商嘛 申請說他要漂白 要標諸 來請教這個韓 韋韓 是 是 是 這個事情從昨天早上爆發到現在 我們發現顏寬恒他們真的是目無法記耶 好的 我們剛剛啊 都在談這個 大家都是為他們家在著想 我會有一條比較寬的路出來 比較氣派 顏家不只要氣派 我們之前都在講一系列的台中旗案 真正旗的地方在於煉金樹 一塊不怎麼樣的地 如何讓他煉金煉起來 當然大家已經都有一些意見了 不過像小滴因為我們是苗栗地方出來的嘛 我們地方有地方的煉金樹 如何把一塊布林馬路被包圍起來 沒有作用的地 煉成有價值的間地 我要告訴我們為什麼他特別來新任 這塊保護地 這個就是奧義之所在 對 就是他一開始取得這塊地的時候 其實我們來看這個就是這個404 這一塊 他取得這塊地 他是間地 沒錯 但是呢 他被封在路裡面 你會說這不是有巷子嗎 一樣可以蓋 我來跟各位報告 這兩條巷子都是封閉型的社區 他有一個社區大門卡來這裡的 這邊是殺戮 對 這邊是所謂的殺戮 那他這邊最方便的是 他過來就是高公路交流道了 其實非常方便 直接上國二就可以走掉 中二高 那這一邊他底下又有一條路 我們等一下來說明這條路 就是真正有學問的地方 好 當他一開始取得這塊地的時候 這塊地沒有價值 為什麼 前面已經被蓋了社區 這邊也蓋了社區 社區都已經蓋了門 把他封死了 這是一塊死地 你沒有辦法去做什麼利用的空間 價值相對較低 所以先不管這塊地 是不是人家抵押的 他在取得的時候 就算用買的價值都不高 可是如何讓他變成黃金 很簡單 先把這塊保護區給搞到 大家會注意到 這裡有一條非常斜的線 一路斜下來 這個就是所謂原來的國有財產地以外的 這個叫保護區 保護區的用意是什麼 他有保護各種 當然我現在這邊應該沒什麼南富賢的石虎 是沒有 他就是一個水土保持行水區域 當水從山巷衝下來的時候 因為這上面是一個比較高的台地 他有一個疏紅的這個水道 這樣過去的時候 他除了行水區域本身 他要再加一個保護區 以免造成洪水泛濫的時候 會造成一些災害 他有一個緩衝的空間 通常保護區都是過去 大家可能就是蓋了一些鐵皮屋 種一些果樹 比較不是固定的建物 所以你可以看到切一條 非常明確的一條 這邊都是大家一般的住家 這邊都是不怎麼樣的一些雜林 雜木林基本的建立 好 保護區他們一樣把它取得下來 那保護區上面可以蓋什麼呢 應該說保護區能夠蓋的東西非常少 它有非常多的限制 所以基本上你蓋什麼都是違建的 基本上都是違建 可是過去有沒有合法例子 有 台灣的保護區有一個漏洞 叫做什麼呢 宗教團體 我們都看到台灣的各大山林 不都很多人在那邊蓋了一個廟嗎 這個廟最後通常都是就地 也不是合法 就地視而不見 因為人家是一個宗教信仰 大家不要忘了 嚴家就是最熟悉宗教團體 他當然知道保護區會有這樣子一個奧義 所以現在很多人在幫他想 像他這個保護區蓋的這麼大一個白白 怎麼解套 就趕快變成嚴家池塘 不然設個什麼這個這個 媽祖廟的分館 趕快去把它變成宗教團體 也許還有救 因為過去台灣的保護區 都是用這種方法救 但重點是國有財產署的這一塊 我們現在大家都要切 他切得非常的奇形怪狀 跟原來的平滑線是不一樣 好 又來看這邊 他明顯他已經非常貼近所謂的河道了 要注意這可不是一條平緩的小溪 他平常是旱的 等到夏季有災害的時候 他會衝出來 他會從山上有洪水衝出來 因為他就是一個大下坡 殺戮人在地 殺戮龍井的人應該知道 他這個就是一個大下坡下去 就到無期啊 就到台中港那邊去了 所以這個本來就已經是有某種相關的需求在 水利的需求在 他又把它切了這麼進來 其實一般會看的時候 如果是真的水利的人來的話 他一定會說這個不行 太危險了 你這個任何的建物 你要是卡了一個樹木 卡到一個什麼 會自災 不只你家完 但附近也會淹水 可是鹽家為什麼要取得呢 重點就在 我們剛剛有前面提到 沒有路出去嘛 他沒有路出去 所以他需要一條路 可是工友的路呢 他頂多就幫忙拉到這一邊 他就完全沒有任何出去路 所以他一定要取得這塊地 他一定要把這塊地站下來 這樣他就可以去接著工友的巷道出去 我順便大家一提的是 下面的這個工友巷道 應該也是專門開闢而成 因為這條巷道 並沒有領任何的住家 專門拉一條路 從下面的一個水裡射路 直接拉一條進來 非常的隱密 如果不是在地人 根本你不知道這個巷尾底 就是鹽家的豪宅 所以隱密性極佳 完全是為他所預留的 這一塊呢 就從原本毫無價值的 保護區一堆雜木林 再加上一個被卡在人家家裡 厚巷的沒有用的建地 突然就變成鹽家豪華的莊園 所以這才是他真正的煉金術 其煉出來的黃金 遠比什麼公寶地上面的那個什麼 真的是差別太多了 這個才是真正的化腐朽為黃金 真的是這個神通廣大 鬼斧神功 終於我們發現了 原來他這個地方呢 是一位吳先生所擁有的一塊地 一千多瓶